动物凶猛 十 作者王硕 朗读者 一白 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他 每天一睁眼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立刻见到他 每次刚分手 就又想马上转身找他接着吵 恶毒地辱骂他 诅咒他 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 当我入睡时 这些见着独知的话语 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 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 只有塞得满满的猥琐形容和凶狠利骂 更多的闻所未闻和害人听闻的银子汇语 还在源源不断落意不绝地 昼夜涌入我的脑海 我从来没想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 似入泉涌 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 我约偷了灵 白板 枯燥 互不相关的方块字 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了起来 活泼了起来 可以产生极丰富 无穷无尽的变化 紧紧围绕着我 依附着我 任我随心所欲 活学活用 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 矛头对人准确致出 强强种地 那时我要写小说 恐怕早出名了 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心巧的骂人话 便一咕噜爬起来 直奔高进家 找着米兰便对得适用 我笑眯眯地问 你中学毕业 干嘛非得去农场 不考计校呢 他警惕地看着我 知道我居心叵测 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 便反问我 我干嘛要考计校 上计校 也不过是进工厂 不 你上了计校 不就可以接着进妓院了吗 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做个游戏 他怕上当 起初不肯 我就对他说 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 是不是厨女 他不敢做就是心虚 于是他同意做这个游戏 我告诉他 这个游戏是我问他一些问题 由他回答 不是厨女的姑娘 在回答中会把话说漏 规则是 我指缝间加一个硬币 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 再回答问题 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 加在食指和中指间 问他第一个问题 你今年多大了 他抽出硬币告诉了我 接着 我问他第二个问题 你和第一个男朋友 认识的时候 你有多大 他也告诉了我 身态开始轻松 这时 我把硬币加紧 问他第三个问题 你和第一个男人睡觉时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抽硬币 因为我用力加紧 他无论如何 爬不出来 便道 你家那么近 我哪儿爬得出来 旁听的人 轰然大笑 那天 我刚捉弄完他 把他气哭了 出了高进家 扬扬得意地 在游廊上走 他从后面追上来 眼睛红红的 连鼻尖也是红的 一把揪住我 质问我 你干嘛没事 老记对我 你什么意思 发手 别碰 我整整被他弄歪的领口 对他道 没什么意思 好玩 开玩笑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你那是开玩笑吗 怎么不是开玩笑 你也忒不尽头了吧 开玩笑也结 没结 真没结 你的玩笑 都是伤人的 我伤你哪 胳膊还是腿 伤人 你还有地方怕伤 你早成铁打的 我这几句话 连给你挠痒痒都算不上 我哪点 什么时候 这么招你了 惹得你 对我这样 没有 没招我 都挺好 我把脸扭向一边 可你对我 就不像以前那么好 我对你一向这样 我冲着他脸 气冲冲地说 以前也一样 不对 以前你不是这样 他摇头 一双眼睛 死死盯着我 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讨厌我呀 不讨厌又怎么样 我傲慢地看着他 不讨厌我 就还来 讨厌我 就走 那你走吧 别再来了 我冷冷地盯着他说 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盘眼看着我 小声道 能问句为什么吗 不为什么 就是看见你就烦 就讨厌 他用锥子一样的目光 盯着我 我既不畏缩 也不动摇 坚定地 屹立在他面前 不知不觉 点起了脚尖 他叹了口气 收回目光 转身走了 你不是不来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一进莫斯科餐厅 就看到米兰在座 坚持谨慎地微笑着 不由怒上心头 大声朝他道 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 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 我们不同年 但同月同日 都是罗马尼亚 前共产党政权的 祖国解放日那天 我叫他来的 高阳对我说 不行 让他走 我指着米兰对他道 你要给我离开这 滚 大家都去 干嘛呀 何必呢 你他妈滚不管 再不管 我删你 我说着就要过去 被许许拦住 我还是走吧 米兰对高晋小声说 拿起料在桌上的墨镜 就要站起来 高晋按着他 别走 就坐这 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 让他不走 行不行 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 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 高晋从没说过一句 帮米兰呛的话 就是闹极了 也是高阳 为您等人解权 他不知一辞 今天是他逃一回 为米兰说话 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谁的面子也不看 今天谁护着他 我就跟谁急 他非滚不可 我在印象里觉得 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胎 而实际上 我们刚到餐厅 根本没开始吃呢 还很少在畏醉的状态下 那么狂暴粗野 今后大概喝醉后 也不会这样了吧 后面的事情 全发生在一刹那 我把一个瓷烟灰缸 向他们俩支过去 米兰抬臂挡 烟灰缸砸在他手臂上 他呃呦一声 手臂像断了似的吹下来 他捏着痛楚 梨座蹲到一边 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 捣钻在手里 整瓶红酒冲盖而出 阴湿了雪白的桌布 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 衬衫裤子全染红了 许迅紧紧抱着我 高杨抱着高镜 方方批腕 躲下我手里的酒瓶子 其他人全插在我和高镜之间 两边戒圈 我摆着脸咬牙切齿地 只说一句话 非插了你 非插了你 高杨昂着头双目怒争 可以看到 他尖以下的身体 在高杨的环抱下 奋力挣扎 他一动不动 向前伸着头颅 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 一个起义士兵 有一秒钟 我们两张脸 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现在我的头脑 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 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 开篇时 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 还起一真相 我一直以为 我是遵循记忆点滴 如实地描述 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 不管他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 有多么大的作用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欲情 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 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友 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 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正良 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 想说点真话时 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 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 我悲哀地发现 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与含义 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 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 在我所用时 也保留了它对其他事物的含义 就像一个帽子 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定制的 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 这些缝隙积累起来 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 自成一家天地 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 这么喜爱自我表现 和撒谎诚信的东西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再有一个背叛我的 就是我的记忆 它像一个宁臣或女奴一样 善于趋意封城 当我试图追求第一个戏剧效果时 它就把汉后淳朴的事实打入黑牢 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体身 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和米兰第一次认识 就是伪造的 我根本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她 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 那天我满怀羞愧地 从排除所出来后回了家 而高静出来后 并没有立即离开 她在拘留室里 也看到了米兰 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贝 便在大水车胡同口 邀了于北贝一起等米兰出来 当下就彼此认识了 那天晚上 米兰就去了我们院 我后来的印象中 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 打电话 正是第二天上午 我所目睹的情景 这个事实的出现 彻底动摇了 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 高静根本不是通过我 才见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一中人 而是相反 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与他人的 仅值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 这一切纯粹出乎我的想象 唯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 究竟是写作时的即兴想象 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骨 那个中午我和魏宁正是守高静委派 在院门口当米兰的 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 这也说明了 我为什么后来和许训芳芳 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弹攻仗 而没加入谈话 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 她总是和高静在一起 也只有高静在场 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 聊上几句 她对我当然很友好 我是高静的小哥们嘛 还有于北贝 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 而她始终是存在于 适时过程之中的 在高静其他转而钟情米兰后 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 最后我也沾了一手 那次游浪上的翻脸 实际上是我看到她 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在一起 从她而发的 私时米兰正在高静家睡午觉 我还未离开时 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 躺在一旁睡着了 那天在老末过生日吃西餐时 没有发生任何不快 我们喝得很好 聊得很愉快 我和高静两个寿星 轮流和米兰碰杯 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 那大概是唯一的一次 她用那种锥子式的目光 频频凝视我 我吃了很多炸猪排 奶油烤杂瓣 和黄油果酱面包 席间庙语连猪 哑虐横生 后来出了餐厅门 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 栅栏那边的动物园相房内 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巷 米杜拉正在挤头高大的 非洲公项身后 摇着尾巴吃草呢 高见嘴的比我厉害 又吐不出 别在心里十分难受 下了电车 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 是我 颤护她的 她东倒西歪 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 说他们的关系 那时我才知道 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 已经睡了觉 她可怜巴巴地说 她好几次 已经把米兰拖了 可就是 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她问我 我也没法为她当参谋 我对此也所知甚少 认为 那已经很黄色了 我生小孩 就是万幸了 再往下想 我不寒而栗 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 见到的 那张照片上的姑娘吗 现在 我也失去任何足资证明 他们是同一人的证据 她给我的印象 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 可那张照片是真实的吗 难道 在这点上 我能相信我的记忆吗 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 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 那张三阳挂历上的少女 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 是老实的 也许那个夏天 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看到了一个少女 产生了一些 惊心动魄的想象 我在这里死去活来 她在那乡 一无所知 后来她循着自己诡计消失了 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怎么办 这个以真诚的愿望 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 我保证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 请相信我 我坐在北京西郊金沟湖畔 一栋借来的房子里 外面是阴天 刚下过一场小雨 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 楼上正有一些工人 在暴风阳台 汗腔的火花像熔岩一样 从阳台上纷纷落下 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 现在始终五十二点 收音机里播着霞飞金曲 我一天没吃饭 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 我写这部小说 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 你忍心叫我放弃吗 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 否则我还要骗下去 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 这也等于自毁虔诚 砸了这个饭碗 你教我怎么过活 我有老婆孩子 还有八十高龄老父 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 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 都献给文学了 重新做人也晚了 我还能有几年 我现在非常理解 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 做个诚实的人 真难啊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忘掉真实吧 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 要是再有点启迪和教育意义 就更好了 我唯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 就是通知你们 我又要撒谎了 不需要什么刊物表了吧 我神情惨燃 紧紧攥着 搁在裤兜里的刮刀吧 我的大腿 隔着裤子 都能感到 刀尖的锋利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 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